OK 開始 那我先說一下今天講什麼 今天講的是這個 就是 Identicon的那個什麼 圖片是什麼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 前端出圖跟後端出圖 那前端出圖我先簡單講一下 其實目前有個很強的東西叫做 HTML ToKMAS 這東西很有趣 就是有一個傢伙 或是一群傢伙很無聊做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把 前端的這張 這個網頁變成一張圖片 因為它變成圖片 很好用比如說有人要做 Bug Report 他就說他網頁上面看到什麼東西 他只要按一個按鍵他就可以上傳到後端去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 其實他已經有了就是 View Sample裡面的 Casterless Page 按下去之後呢下面會多出一張 這張是 這張是圖片 這張已經是圖片了 就是下面這張就是圖片 那 你可以定存圖片下來看 我要去桌面 然後那個等一下 就這張 這張就是剛剛的圖片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存起來 那這個東西很有趣的地方 是他其實 是自己是用 JavaScript寫了一支 完完全全的Render Engine 就是類似我Key的那一招 然後呢他寫JavaScript去 配色每一個地方的JavaScript 的Core 然後呢再把它RAM出來 因為有KMAS之後這些事情做得到 所以他就可以瞬間有 那這個 Anyway你就記得這個HTML2KMAS 可以用到那個什麼前端 那這張圖片 希望完全一樣 畢竟這是另外配色的 不是前端的 他這張圖 完完全全用JavaScript畫出來的 所以不是瀏覽器資源 基本上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好不好 好 這是一個 那所以前端出圖 就用這種東西 就複製貼上 然後就結束 你可以甚至可以定 某一個洞 像是這邊是為那個DocumentBody進去 所以他針對Body來產生 你可以針對某一個物件的 一個小區塊來做 那會講這個東西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家有個需求 就是他們要這一塊 來做交易憑證 因為他們 英女就是一些需求 那後來我們想說 那既然這一塊要做的話 我們有一些方式 比較快速來做 不然他們每個人都要 卡圖片啊 存檔啊 然後上傳啊 因為他們有一些 特殊需求要做 那因為那樣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家出了這個 好 那我們家叫做 電子交易憑證 那電子 電子履約憑證 他今天改名證 那 這個東西就是 剛剛即時產出的 那我把它擺到旁邊看 你注意看這邊是 X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我再去按一次啊 這邊會變 這邊我有做隨機背景 因為我需要一定程度的防偽 那它防偽機制我等一下再想 那Anyway 這就是我們家交易憑證 那這張圖就代表這個腳椅 就這樣子而已 裡面我有做一些手把 來維持住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這張圖如何產生 因為那個前端的那張圖 就那個外掛上來 然後基本上就結束 可是這張圖產生 其實是在後端產生的 不是在前端產生 OK嗎 這張圖在後端產生 那它其實本身是一個網頁 所以我負責把那個網頁上好 然後呢 我2給它一個Linux library 那Linux library會自動生成這張圖給我 OK嗎 這是前後順序 英國順序 好 那還有這一個 好 然後呢 那個東西叫做 WebKit TrueImage 這個東西是一個Linux下的一支程式 那裡面會教你用 那它有很多的版本 可能是這個是PHP的 它有很多版本 那包括Linux下的 誒 是這個 ImageKit OK 那裡面就 誒 這是俊人 抱歉 反正我記得它的原名是這一個 OK嗎 那之後你就可以 誒 我先講這邊是Ruby的 那它 它需要兩個 一個是Linux下的用法 跟一支GIN 一支GIN 就這一支 這是Linux下的用法 那下面用就非常簡單 就是你會先New 然後有一個HTML丟進去 然後你可以設一個quarty給它 就是因為JPG要壓縮 OK嗎 那所以你要給它一個品質 然後你還可以幫它增加CSS跟JSQ的檔案 那可是這兩個其實你就塞在這裡面丟給它 意思是一樣的吧 OK 那之後你就可以選擇出圖 出哪一張圖 出出去 OK嗎 就是我可以選一張 選擇出成什麼格式 就是因為我HTML給它了 那你Image也可以直接塞成那個Base64Image打進去 然後出來其實這張圖就是有全部的東西了 好 那或是你要存檔也可以 然後或是你要變成自創也可以 其實裡面都可以 好 那我們來做一次看看 然後我們的可愛的Vagio BIOS還沒開 等我一下 等等 啟動 等我一下喔 如果我們的Vagio BIOS沒有壞掉的話 等我一下喔 等我一下喔 它要重開 因為 它不重開都怪怪的 我覺得我應該直接把它reset掉就好了 這台超快的 因為它裡面什麼都沒裝 然後被我們玩到爛掉了 快點快點 這邊是11.45 好 然後其實就學它裝就好 誒 不是這邊 等一下 學它裝就好 上面其實有教你裝法 就是它其實就兩個GIN 所以你就GIN install 打進去 好 快點 好 上面這個不用裝 因為這個就是Binary檔 這支不用裝上面這一塊 因為這個是教你原生如何去裝那個 那個WebKit的HTML2Image 這支Linux的程式 可是其實 以Ruby來說 它有幫你編譯好這一個 然後它會自己跑得完 OK喔 這邊要等一下 唉 沒辦法 是它還沒裝 這樣太無聊了 這樣 沒有沒有 沒有 我們要 蛤 因為我剛剛十八想要站著 那你在幹嘛 現在就跟罐頭做那個 喔 OK 他現在在家賺購 對啊 不錯啊 我剛剛下午才去中校新城那邊 有開會 他們跑來 噢 業主跑來台灣 噢業主 OK 對啊 然後我才 因為現在這傢伙人在英國 所以只能派我出代表 去開國 出台代表 對啊 然後就是 他們開一些需求 開一些dayline OK 然後 現在就回家就死了 呵呵 你要做得完嗎 可以啦 現在其實都還在進入裡面 為什麼應該都在玩啦 還是在英國 但時差 就差半個小時 我們都在睡了 然後 我們在工作 他在睡 然後 我們在睡了 他在工作 所以變成日本都直接過了聯絡 因為賣一個小時 噢 你就在那康蜜的裡面啊 血先罵他了 然後 之後拉出來就說 就說他媽啊 還不打換血 對 之類的 可以在康蜜裡面 血充滿 對那個可能就只是 就拉了一盒 一盒空白而已 然後就藏不進去 就看這個 因為他會去看這個 到底修了什麼東西 噢 OK 你可以寫滿對他的言和 OK好了 然後 這邊其實跟Rails無關 其實他就是餵進去而已 對吧 你懂我意思嗎 他就是把一個東西餵進去 然後出來 所以你其實在IRB下面 直接可以打他 把他打出來 所以這邊直接有打IRB 那我等一下說Rails怎麼接他 還有我們家怎麼做 好 所以呢這邊是 Require 我記得是 MagicKit 然後呢 欸 他就複製貼上就有了啦 然後複製貼上 然後 這邊可以打 那這邊就打HTML 好 所以你開心就 開始 苦命的打HTML 好 那這邊其實還可以限定一些東西 也就是那個網頁的長跟寬啊 或是那些東西 其實用CSA限定就好 比如說 欸 我記得可以限定啊 我試試看 那 Style 那 Body HTML 然後比如說 我不確定喔 嘿我要轉一張出來看看 那比如說 欸我們再上一些別的東西 比如說 Background CCF 然後 封 OK 然後我們這邊寫 123就好 OK 這就是一個HTML嘛 他只不過變成一行的鬼東西 好 那 之後呢 欸 之後他應該直接2image就好 可是他2image很好笑 就是 KIT.toimage 他是直接出binary code 這個東西不能存啊 這個東西不能用 那 所以我們要 這個東西應該算BNP的那種 因為你會發覺非常規則 有沒有 他比較像BNP 那之後呢我們可以針對他做壓縮 所以我們可以選定格式 比如說 JPG OK 那 ing 等於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直接寫入就好 因為你會發覺他也是差不多 所以這邊是 欸我們可以直接用file來處理 比如說 file等於 file.open test.jpg 寫入 然後呢 file. 這邊貼上去 好 那 file.close 記得最後要close掉 不然我們不能用那個檔案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去 因為我們剛剛伸出了一個叫test.jpg 所以你可以去用file的方式去看 他的格式是不是JPG 是嗎 對吧 這是Linux 看他檔案原型 副檔案改掉都不會差的 那 我現在需要把它複製出來 我才能看到他的檔案 所以是 sdp 1.45 dp し temp temp oratest 65 好,這邊有很怪怪的東西略過 那test.jpg有了,可是好像沒有照完格式 可是這張圖是ok的 你懂我意思嗎? 我記得他要改從viewpoint之後才會變小張 就是我們給手機看了那RWD的那種 Anyway,你會發覺這張圖其實是ok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額外的東西 去玩它 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幫他上背景圖 幫他上表格 或是上一些奇怪的東西 而且他可以上CSS 對,我們上面的背景圖跟文字大小全是用CSS做出來的 對吧 前端做的前端有危險? 也不是這樣子啦,這邊其實要看需求 因為前端畢竟都還可以修 可以改 而且這張圖沒有辦法加密 然後我等一下說一下我們怎麼去做加密這件事情 你說在前端就沒辦法加密 那張圖就在前端view處 前端傳什麼東西隨便你嗎? 你可以寫一隻機器人隨便傳出去到後端嗎? 好不好 好 OK,這邊其實demo完了 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呢 在Rose下這些東西很難用 因為 因為如果我的那個view要出現一次兩份 比如說這一份 跟我剛剛的這張圖 要長得一樣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有做IE8N 好 那所以這兩邊的資訊要一樣 而且英文的就要給英文 可是我這種view 通常不想做兩份 好 所以怎麼辦 那 在Rose下期有提供給你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 Random To Stream 特殊品 這個東西 很少人知道 很少人教 快點啦 好了有了 這到2點多 其實後面還有啦 後面版本也有 然後 他就是說 我們在Rose下不是可以說 弄成Partial嘛 對不對 有底線XXX的那種鬼附檔名 那再指定一個Layout給他 什麼東西都可以 甚至他連Local都可以指定給他 那之後你就可以把他那個 View的Stream Random出來 這個東西在Controller下就可以用 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把View的HTML Random出來 變成一個Screen 在Controller下 你就可以用別的方式去Post 給人家 送成檔案給人家 隨便你 了解嗎 就不用過View的那一層 我再Controller下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完成啊 我們剛剛不是要HTML嗎 對不對 你注意看這邊是輸入HTML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把剛剛的那個 這個畫面 就這一塊而已 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Partial 然後我就可以把Render回來 塞進去 好 那 既然是Render的 那我可以做一個很特殊的隱藏頁面 就是專門給他用的 裡面我就可以自訂我的CSS 跟一些背景圖或什麼東西 那些我都可以自訂出來 整票就有了 所以那張圖就這樣出來的 背景圖那些是寫在 設定的Layout裡面 對 Layout或是那個View裡面 因為View裡面還可以在拉那個Partial 對不對 所以下面的那一塊啊 下面這一塊其實是在那個View裡面的啦 因為這邊沒有嘛 這邊有嘛 所以是專門 這一塊是Partial 到這邊為止 然後這下面是額外見的View 就這樣子 懂我意思嗎 好 好 然後再來是 這張圖其實有做 演算法處理 也就是你們剛剛說的如何加密事情 加密在一個圖檔上面有兩層可以加 一個是視覺化的 有一個是銀碼的 好 可是銀碼有缺點就是 它 銀碼最大的缺點就是如果你在轉一次過水一次就不見了 比如說你給我一張JPG裡面有銀碼 然後我比如說我傳到Line上面去 Line就把這個JPG換成另外一張JPG 前面的銀碼就不見了 可是呢其實 以演算法基礎上面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你要注意這張圖是我們家網站產出來的圖 它有經過JPG壓縮 那 特殊品給你看 那到底方格會出現 這是第一層加密 然後呢 我們家當然有做幾層啦 這是包括浮水因開始之外 因為我們怕人家修改 那你會發覺上面這邊都破光光可是這邊超漂亮 為什麼 那 我再做額外的一個demo給你看 就是 ACD 那個叫 Veto 那邊球不拉到右下角去那邊就做了什麼 什麼事情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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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自己找 欸幹我存到哪一句 不要管 對我圖片不見了 我另存型檔啦 我另存型檔 然後我存在桌面的 我存在桌面下就好 然後我改個名稱 比如說 Beatle EX123 這樣就好 這是另外一個檔案 OK嗎 好 然後 我先用最大品質 好 然後我們來進行一個殘酷的測試 什麼叫殘酷測試 我做給你看 Convert 好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一個來源對象 然後我需要一個指令 就是ImageMagic的 JPG的 Conversion 然後裡面會教你說 JPG如何去加壓縮品質 我記得是這個 Quality 對吧 因為JPG有壓縮 壓縮比 那我們剛剛用的是百分之百的 那所以我們可以用的是 Beatle 123 這個 上一個Quality 然後呢 到 同一個檔案去 OK嗎 來源 跟上壓縮 對象 那壓縮比調到最低 1% OK 等一下 Convert 這ImageMagic的東西 然後呢 什麼叫殘酷的挑戰呢 就是呢 你可以寫一支 RB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 200次 Due 然後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張圖會被壓200次 而且每一次都最低停止 基本上會壓到爛掉 對吧 因為他每次都最低 那end 然後 他跑幾次了 我不知道 等一下 好了 他跑完了 然後呢 我們去看那張圖 他在這邊 很差 很爛 對不對 可是呢 我不確定啦 因為我第一次壓成這樣 呵呵呵 欸 降 Min 欸 靠 他真的壓爛 ั้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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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這邊是 Demo失敗 我可以看一次 司機 перек管 product 他格子壓 要繼續出來 他剛剛真的壓太爛了 我看一下 欸 另存 幹 他真的壓太爛了 等一下 欸 等一下 我要幹嘛 我要去conver一下 好啦 我直接自己再幹一次 IRB 為什麼會那麼差 然後我打一次好了 50.times do 因為這是太終極測試 我看一下喔 這個 張圖 我覺得他1%太爛了 我把它改到 30%好了 OK 好 這至少還看得到 然後再去看一下那張圖 的格子 OK 這個是54的30% 好啦 這個才能看好不好 剛剛那個1%不能看 OK 你會發覺格子還在 OK 這是為了什麼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用演算法的基礎 來看這件事情 主要原因是因為JPG壓縮 很多啊 不可能一張圖全部壓 因為他的演算法跑不完 然後還有他當初設定的時候 是可以給小型的設備 做演算壓縮用 所以他學要的機體量不高 所以呢 我當初在學演算法基礎的時候 他有 就有學到 JPG壓縮 每次壓縮是16乘16個 16乘16Pixel 好 那 所以 我弄一次給你看 所以你注意看喔 這邊的每一個格子啊 這樣子一格就是16乘16 懂我意思嗎 這樣子一格就是16乘16 那他針對這個格子壓縮的時候 他會取得這個格子的特徵值 特徵 那比如說這是白色 這是多一格 那他的顏色是什麼 我給你看一下 就是他的顏色其實是 這邊是三個F 如果你去看畫面右邊那邊的時候 三個F 下面這一格是D 或是E 我記得我打E 他把它壓成D了 他三個D 那 如果你針對這個16乘16的格子來看的時候 當這一格的時候 他底色最多是白色 對吧 他特徵值最 的白色 那個特徵值就非常非常強烈 那 以這一格來說 他的特徵值其實是 沒有那麼白的白色 那其實他也會把它整個填滿 所以他的格子就會非常非常明顯 不管經過幾次壓縮都還會在 基本上 雖然我們剛剛做錯一次 好 那 所以這樣子 基本上就有做到一定的反尾 那如果有人錯位一格就好 會變成什麼狀況 因為我們 我們剛剛有說這些都是16乘16 剛剛好 所以從左隔邊拼到右邊 那我現在只做錯位一格就好 不要 真的普通說 好 然後我可以錯位一格 對吧 一個Pixel的錯位 好 那一個Pixel錯位之後呢 如果你去做壓縮 這邊看都沒事 因為 這JPG 然後 這JPG 然後呢 你去看 放大 然後 把它調到低 你就會發覺那個 格子噴掉了 對吧 這格子噴掉了 它被壓縮到了 沒有那麼明顯 那 可是 如果 這品質 還可以調更低一點 這格子會有污染到 可是 如果你去 剛剛的圓圖去看的時候 這個是沒有做錯位處理的 調到最低 然後 你把它放大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 就是這麼的漂亮 OK嗎 這是在圖形影像的 演算法上面 作為基礎 畫出來的 反尾的線 所以 如果有人 對它做一些 剪裁的時候 格子會破掉 懂我意思嗎 因為它絕對沒有那麼剛好 16個乘16個的剪 它格子會破掉 所以這邊其實就 我們去看 把它拉到底的時候 去看它格子會破掉 其實我們就知道它 結果經過剪裁過 然後再配上 剛剛這邊 後面有這個 浮水印 其實我們就可以一定程度的 防止它做剪裁的動作 OK 然後再來是第三個 這個東西 其實它字型是在本機下 或是在Linas上面做Random 那 字型其實是有限定的 好 那第四個其實 我們還是會在它的背後的 那個什麼原始碼裡面插碼 插一些我們要的特徵值 那這張圖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一些保證的動作 好 那第五個是這張圖其實不好驗證 就是以我們家驗證來說不好做 就是 其實我們應該要驗這一張 而不是剛剛的那些 剛剛那些其實是 來看它有沒有破壞而已 我們真正要驗 要驗這個圖 跟它的一個特殊的ID 那我們要產一張原來的圖 來看它的所有資訊 是不是一樣 OK 所以我們做了幾層防護 所以我們真的要驗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用人工去驗 不可能去做自動化驗證的動作 OK嗎 這個格子要自己去看 你自己拉一下 其實那個格子會跑出來 其實就知道有沒有被人家搞過 好 這是這張圖出來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還沒有講 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是 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了 等一下 Q 這個不能玩 Q什麼 Q Q GIN 好了我先去找 好 identition 跟 GIN 然後裡面有一隻 那個很可愛的 不要這一隻 因為這一隻出來的是 那個什麼 JPG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這隻比較好 因為這隻可以出SVG 比較適合我用 好 我說一下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是網頁 對不對 好 啊網頁你SVG 就一大的Tag 複製貼上 就是那張圖 對吧 就結束了 那張圖就結束了 嘿 然後我就不用管 額外還有一個檔案 然後要把它塞進去 這件事情 對吧 因為SVG 就幾個Tag 然後塞進去就結束了 對啊 所以要用這一隻 然後這一隻就可以 產出這種圖片 然後這個我也比較喜歡 因為這種圖片有兩種 一個是 我打給你看 沒有屁股 這東西其實有人出了兩版 第一版是 最初是這一版 就是 你可以注意看它 很有趣的是 這1 2 3 4 這個Pattern所有轉角 其實就是這四個 對吧 這個Pattern的轉角 其實就是這四個 對吧 然後這個Pattern自己一個 OK 所以這邊的所有的圖 都是產生相同的東西 這樣跑出來的 懂我意思嗎 就是這個 別人其實是這四個 綜合體 然後轉個角度就是了 對吧 然後這個也是 然後中間自己隨便一塊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 比較漂亮的 對稱圖形 OK吧 然後這個是 這張圖是它 所有可能性的Pattern 這張圖 所有 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九宮格 對不對 它是一個九宮格 那其中一格 可能長成這邊 所有的樣子 OK 所以這邊所有東西 配上這個 然後再加上這一格 可以有Inverse 就是黑色跟白色兌換 所以它的 複雜度其實還蠻高的 就是每個不同交易 對 我說一下它 我說一下它怎麼做 它就是啊 我們有任何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經過一個叫做 MD5的轉換 MD5出來會是 某個HASH 對不對 HASH過值 那我們這個張圖 就是由那個HASH的值 換算而成的 就是這張圖 所以這個圖等於HASH 那個HASH等於這張圖 OK 再來是它出了兩個版 一個是最先出的這一個 可是這個有點亂 所以Github自己出了這一個東西 這Github出的 OK 所以每一個人 這個東西我記得是綁email 那email 所以每個人的email不一樣 所以它就可以保證說 每一個人的圖是不一樣的 那就看你要選哪一個 就是你要簡單的還是比較複雜的 或是看的比較漂亮 那我們就選這個 OK 所以這產出來的圖 就是唯一 絕無經過的 就只有這一張 就只有這樣 可是它的組合不就只有 就這樣 我問你嘛 你的HASH 所謂什麼是HASH HASH就是那個什麼 32位元 然後每個位元是0到F 對不對 你只要產出一張圖片的乘數 可以高達這個HASH所有的組合 其實這張圖就可以等於它 聽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這個乘以這個的複雜度 再乘以這個的複雜度 全等於剛剛你的32的那麼長的複雜度的時候 兩張圖會相等 OK 了解嗎 就是它的複雜度跟那個複雜度 是差不多會接近或是一樣的時候 它兩邊就可以追蹤Match 會一樣 所以這邊其實有算過 你可以自己算算看 就是一格分出跟FALSE 然後乘以第二格的出跟FALSE 再乘以第三格的出跟FALSE 的維度有多少 基本上會等於剛剛的那個Stream的維度 然後在最後再配上它的顏色 這是它的演算法基礎啦 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有經過驗算過的 所以人家才敢提出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GIN就可以出SVG版 所以你就可以看就是 New 然後它輸入池這個HASH是SIMPLE Source是SIMPLE 進去的時候它幫它做MDFY MDFY它就去產 然後就產出一些東西來 之後它可以出SVG 這個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SVG 你可以直接把SVG用一些方式把它當出來 它就是HTML的意思 這支其實我針對它最佳化 因為這支其實很短 這支的總長度才368行而已 對 然後它裡面用了一大票沒有用的物件 我修完大概剩下53行左右 你就把你抽的東西 要的東西把它升任掉 然後你就可以抽到非常非常小的一個量 那之後你就可以掛在像我們家自己的網頁 這一塊 或是掛在某個地方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HTML Tag 結束 就這樣子而已 那你就把它做一些CS 就可以擺在不同地方 整票就這樣而已 OK OK 好 然後今天 Anyway今天就只是講前端出圖 後端出圖 OK嗎 所以前端其實用外掛 然後後端你就可以用那個 Webkey to image的那種方式 那任何語言都可以用 只不過Ruby下游比較好用的GIN而已 那再配上這一個其實 然後還有剛剛一些演算法基礎 其實就可以做基本範圍 大概就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查證的話就是那一張圖 這張圖 跟這邊的資料 這邊的資料 這邊的資料 要1比1要一樣 對 對 其他我們那些都多做 嘿 就裝可愛都做而已 OK 然後還再加上剛剛底圖的那個 去看他有沒有 被剪接 剪裁過 他如果剪裁過格子就會歪了嗎 格子會歪而且會破 會破 真的會破 剪裁過格子會破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看這張圖 對這邊的資料 對 OK 其實 其實那個 浮水印那邊其實都做的啦 嘿 我們只是炫耀我們一下技巧而已 好 然後我說一下這張底圖怎麼做 那個HM會嘛對不對 嘿 背景拼貼會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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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拼貼會 因为我每次按的时候它位置会不一样 对不对 你就在那个viewHTML里面去上那个background的position 然后random一个值 random值其实就是它的它的长跟宽 长跟宽 其实就是可以完完全全random掉它的那个 因为它是拼贴嘛 所以你只要random掉它自己本身的size 就ok了 好然后在这一张 在最上面我不是说还有一张是那个方格嘛 对不对 方格一样Bass64 image 写成png 然后呢用absolu 一张从头到尾的一个div 盖在最上面一层 结束 ok 这张图就直接出了 出完就结束了 对吧 那个background的 方格 他现在这个谱者影是 这个 何希逊是什么的 何希逊 没有没有所谓position 你预设的背光image 其实拼贴的 对不对 只不过它的这个左上会贴在这一边 而且每一张都一样 对吧 然后你试一下可以上背光position 可以指定这个拼贴的位置的起始位置的x跟y轴 那x跟y轴其实就是自己本身那张图片的大小 他就会他就会开始乱拼 而且不会有交集 所以我每按一次他的拼贴的位置都会不一样 ok吗 好 啊 我想一下 我直接拿 我直接hack我们家网页给你看 复制 翻查 这我们家的 我们家logo在哪里 这我们家logo 诶 copy 诶 听话 所以说它的背景的图片是大于那一张 传出来的那个图片 但是你用xy轴 没 你们想太多啦 没这样子啦 我弄给你看 等一下 我为什么复制不起来这一行呢 怎么样 做C 做B 修一格 好 然后 Body内的东西全部Cue光光 Delete ok 好 原来我们家是这个颜色的 诶 等我一下 背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那个东西上进去 就这一张了嘛 对不对 可是这张上完之后 有缺点是 它最上面这边会拼住 它不会有位移 所以你可以再上一个叫做 背光 position 然后比如说 10px 跟10px 它就自己乱跳 所以这两个数值其实是这张图的大小 的random 则值 所以你这边随便打嘛 比如说我这边打到80 就过来了 对吧 好啊 比如说你再多一点没关系 比如说你把它打到 360 或是1111 随便 因为它是拼贴的 所以其实它的位移 就跟那个什么转角度一样 转了360度 其实等于0 意思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拼贴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这边 这个两个值可以去做random 你可以塞random值给它 那random值的基底 其实就是它本身的size 对吧 对吧 其实就这样就ok 所以它的 它具有可爱的浮水印的位移的座表可以做 那为什么你拿个鞋 你不会出一张鞋的图就好了 那它编起来以后就是那个吗 那个要自己画 它原本是只有一个b那个样子是一个 这样子是一个 类似 然后把它放鞋的 然后它就变正方形 然后正方形去平就好了 只不过要做错位而已 你们这些人我画给你看 等一下 我画180x180就好 然后 我画一个代表物就好 比如说 一个 然后它有箭头 箭头在哪里 我看一下 其他末端 画出来就有一个箭头 等一下 它画得不好 等一下 OK 保证45度假一个箭头 OK 假设这是我们刚刚的logo 那 可是这张图出去的时候会出问题 因为它通常是两倍size 我切给你看 就是 就是 因为你现在要做拼贴 那我教你拼贴画最基础就是把自己复制成两倍 所以版面尺寸拉出去变成 宽度 360 好 这是两倍的size 那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拉出去 参考线拉起来 OK 这是两张图 好 那我们开始拼 那如果你这个一张 左边的只有一张 你会拼成 这个样子 这个过去点 对吧 那中间空气 空气太大 所以通常我们在画这种图的时候 我们会有第三个 放到这边来 OK 可放到这边来 如果你做拼贴的话 这边会才一半 对吧 好 那其实你们已经完成了拼贴化的东西 如果你知道这个原理的时候 所以这边怎么做 很简单 就是把 右边的 砍掉 OK 然后呢 这个 先 慢慢举起来 好 然后呢 把 多的这一块 对吧 移动到 最左边去 这样就结束了 这样就结束了 OK 好 然后呢 复制 一样嘛 他是两张 所以 对 他不是对 然后 拉过去 不就是一样的东西了 对吧 拼贴化就这样做而已 然后上下批贴也一样 就是中间有东西的时候 拉上去 踩一半 拉到最下面去 他就一直repeat 对吧 对 你懂为什么啊 你就是把东西一过去 然后踩一半 然后拉回来 切到左边去 就是他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 换支啊 什么东西 就是出来了 对不对 上下拼贴也一样 其实就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这就是刚刚的浮水晶做法 的图的做法 好不好 所以你就直接 再把它拉回去 我们就剩下这样子 而已嘛 对不对 然后 直接 好 这就是一张图 可是我们要把图做成这样的用意 是 让他这样拼接吗 拼得比较密一点 你去看那个什么回溯票 什么东西 那下面的下面的花纹都超密的 他就是为了怕你去卡图啊 或是做一些处理 你一看就知道他被卡过 或一看就知道他被处理过 就像你刚刚把他 就是压缩 然后放到最底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有被剪裁过之类的 对吧 这是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防围 就是用图形方式去防围 就是如果他剪裁过的话 这样的话就会 可能就会有接缝 对对对 可能这样子就有一个被 脱移过的痕迹 好 那个 ZVG的那个 最小的那个 也是用图形去做的 对 对 你自己画一个32x32 然后白黑 然后白黑黑白 然后 你自己去拼就好了 可是 那个东西就不能有position 他一定是从左上开始拼到底 因为那个位移 但位移就喷光光 那个会喷光光 你刚好 我刚好测嘛 会喷光光 位移一个pixel就喷了 然后那张图画的时候 比较难画 因为他是 一格的透明 所谓什么叫一格透明 我画给你看就是 为什么现在在教画图 对 哎 删除图层之后 新增图层 哎 复制图层 等一下 我的 我的 我的底不见了 好啦 OK 好 复制一张 那 因为他要说一格透明 所以比较难做 他需要用的是 比如说 黑色 然后我填一张 黑色 这是黑色 那这种时候就要开始看资讯 他是0000 对吧 然后呢 我把它放白 然后你要记得要透明度来调 因为你最初的产出产品是png png才有那个alpha的透明度可以吃 那jpg或是gif都没有 之后呢 你把它调到1% 我记得他最小是png 可是他是fc 我最希望他是fe 对吧 所以其实还有额外的方式可以调 比如说我放到群组里面 然后群组再把他的png降低 他就有两成的那个什么透明度可以做 所以 你在哪里看 这边 在这边 所以我移上去就有目前的色相 像这个太白了 这个根本就是白色 这个不能用 所以我要f1 这就f1 那 刚刚那样画是错的 因为我们应该先把它订稿 就是我们可以先把它做到订稿 比如说 这个是32 我都看右边资讯那个数字在跑 32 完了 32了 然后 拉参考线两个 诶 我说16 好了 没错我做三个给你看 然后 再拉参考线两个 然后 再接 ok 然后 这边就很简单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把它涂色而已 那我们需要两个色 就是一个是 黑色的 黑色的 ok 然后 其实就做刚刚的动作也把它调到一趴 然后丢进去就结束了 ok 这种时候都不要相信你眼睛去看你的色素 这边是ff 这边是fe 对吧 那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背景图拿掉 拿这张去铲 png 诶 因为这是透明度 然后只有一个一个设计的色差的图片 对吧 然后 转成png之后再转成png 把它去转成base64 image的那个data image 然后把它贴到被光的那里面去 这样我就不用额外档案 一张图片都不用 因为额外档案 它那支library还要去把它拉回来 然后才能变成那张图 那我不如用H&M的方式把那张图 直接塞到H&M里面去 那我就直接吐H&M它就结束了 对吧 好 所以这就是全部的做法 ok吗 这样 这张图就这样做 好 好 今天录到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讲其他的东西 知道